好,大家好 我们有的同学呢 在这个我讲完这个酸碱定义曲线之后呢 在视频里下留了一个言 询问了一下浙江省的一个高考题 好,这个呢 我在网上把这个题目给找了出来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好,题目是这样子的 25度的时候呢 有浓度为0.1摩尔每升的氢氧化纳溶液 低定20毫升 浓度均为0.1摩尔每升的三种酸 这里写出来HX,HY,HZ 然后给出来这个图,低定曲线 下面有四种说法 好,我们可以看到ABCD 哪一种正确 答案这里我们已经标出来是B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一个选项一个选项来看一下 好,那么呢 首先高考题目呢 总体来说还是比教材的这个难度啊 明显的还是要提升一个档次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在平时的学习之后呢 稍微的多看一下相关的细题 这样子呢 对一些概念能够综合掌握 这样处理高考题呢 才能游刃有余一些 好,我们来看选项A 在相同温度下 同浓度的三种酸溶液的导电能力顺序为 HZ小于HX小于HX 好,我们看一下 那么 看这三种酸 农业的这个导电能力的顺序呢 其实就看这三种酸谁强谁弱了 那这个非常简单 我们就看呢 当V等于0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低定的时候 好,我们当V气氧化等于0的时候 还没有低定的时候呢 也就是这个纯的酸的溶液 好,那么呢 那纯的酸的溶液的话 当然浓度它们都是0.1磨尾身 就不用考虑浓度的因素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酸溶液的PH值 有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读到呢 这个HZ溶液的PH值是1 HY是3 HX是4 那么这个PH值 它是一个什么呢 PH值是负的 常用对数的这个氢粒子浓度 那么这说明什么 PH值越大 你这个氢粒子浓度就越小 那么对应的来说呢 我们说这个PH值 它最小的话呢 这说明氢粒子浓度最大 那么说明HZ啊 它是一个最强的酸 同样的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顺序应该是这样子 强弱顺序 那么呢,HZ是最强的酸 好,我们来看B选项 根据定定曲线 我们来看这个 KA的这个值 这个东西又怎么来弄呢 这个我们要这样来看 它这里呢 给出了我们这个 KAHY 大家看这HY 这个定定曲线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这个 中间取的一个点 就是说当 V氢氧化那 等于10毫升的时候 PH是多少 大家可以读这个图 是5 对不对 好,那么大家 我们可以把这个 HY 电离的这个 方程式啊 写出来 那么呢 其实这个 中和反应的方程式 是这样子的 大家可以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呢 完全定定 很显然是需要 20毫升的 这个氢氧化那溶液 这个由题目当中的这个 浓度和体积的顺序 都已经给出来了 是吧 那么呢 我现在 低了10毫升 那么相当于 又低了一半 低了一半的意思 是什么呢 相当于啊 我一半的这个 HY 被转换成了 这个 呃 这个 Y-离子 还有一半呢 还没有低定 还是HY 那么在这个方程式里面 啊 相当于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 HY的浓度 跟这个 Y的浓度 是几乎相等的 那么我们这里啊 可以写一个式子出来 把这个 把这个 HY的电离 常数的 表达式 给它 表达出来 好 刚才我说了 随着低定的进行呢 我们这个 HY是越来越少 这个Y-离子是越来越多 好 直到呢 全部把HY 转化成Y- 这样子呢 滴定就完成了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说 它滴定了10毫升 总共要滴定20毫升 滴定了10毫升 就相当于我滴定了一半 滴定了一半的话呢 我这个Y-离子的浓度 跟HY的这个浓度啊 就相等了 相等了怎么办呢 相等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给除 消去嘛 那么就是 H真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 我的H真是多少啊 它的浓度 就10的负五次方 因为 因为你的那个pH是5啊 这不就是题目里面这个式子吗 啊 HY的酸电力常数 就是10的负五次方 比如说B是对的 好 我这里写一下 A是错的 B是对的 好 我们来看C C的话呢 他说 把上述 H5X HY溶液等体集混合后 用氢氧化纳溶液 低定至HX 恰好反应完全 有这么一个式子 看问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样看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 HY 跟HX相对强度 那么呢 他说用氢氧化纳 把低定到HX 这个较弱的酸 反应完全的时候 那么相当于什么 我先把所有的HY 转化成了这个Y-离子 然后呢 又把所有的HX 转化成了H-离子 转化成了这个X-离子 好 相当于呢 溶液里面就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 这个 和他这两个的这个混合溶液了 啊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氢化纳 也没有酸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 这两个东西啊 它都是X-Y-它都是弱酸根 对不对 弱酸根的话就会水解 水解是什么回事呢 相当于是发生了这样子的反应 上 X- 加上 水 擂有 相当于呢有一部分这个东西啊 这个酸根离子又返回去 变成了这个洛酸 好 熔液就成碱性了 因为你两个洛菌混在一起 还是碱性嘛 好 说明这个题目里面有一段是对的 就是说这个氢氧根离子浓度大于氢离子浓度 当然因为是碱性 但是呢他这个地方哪里错了呢 就是这个X离子的浓度大于Y离子的浓度 为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X的这个它是一个 它这个HX是个弱算 比HY更弱 那么说明 说明X负它是水解程度强 水解程度强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X负它有很大一部分的 都变成了HX 水解结束之后 这个X的本身的浓度降低了 相当于什么意思 全部低定完成之后 X负Y负浓度本来是相等 但是这个时候水解 水解相当于就要消耗一部分X负Y负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X负水解程度强 所以说呢X负消耗的多 所以说就剩下来的X负就比较少了 好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和题目当中是矛盾的 所以说C也是错的 好我们来猜看一下D 这个D呀 其实也很简单了 为什么呢 它说XHY和XZ混合达到平衡 有这么一个关系 问你对不对 那么呢这里有一个表达式 比较复杂 我们把它写一下 它说右边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KAHY乘以CHY除以Y负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我右下角写的这个 这个表达式 这个KAHY的表达式 KAHY乘以HY除以Y负 那就是氢粒子浓度对不对 那么相当于是怎么回事 氢粒子浓度 等于氢粒子浓度 加上后面两个值 那么这后面两个值虽然很小啊 因为它是第一 它是弱酸 弱酸的溶液里面 这个酸根里子当然很小了 第二呢 这个酸性溶液里面 这个氢氧根浓度也很小 但是这两个虽然很小 它不是零啊 它不是零的话 你这个氢粒子浓度 怎么等于氢粒子浓度 加上一个非零的值呢 这个显然不对 所以说我们说D也是错的 那么综上所述呢 A C D都是错的 B是对的 所以说这就是这道题的这个 完整的一个解答 当然了 这个题目确实呢 比较复杂 需要大家对这个概念的 进行一些综合的考量